其实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冷的天 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条消息呢 在20年前 我们要加入WTO的时候 希望国家就一直要我们 封开这些领域的 我们一直死死的坚守 但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 突然会把这条红线 把它穿掉了 然后把这个领域开放出来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简单来说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我们已经放开了 外资对于我们银行和保险的 持股比例的前面放开 以前的外资对我们银行 以及保险是20%的 上限持股比例的 现在是100% 完全放开了 那么对于海外资本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因为我们这边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块蛋糕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市场 他们接收了这个信息以后 是不是有一句诚意 可以形容 如狼赐福的 扑了过来 因为这类钱太好赚了 这条消息出来之后 其实在我心里面 它是爆炸性点 但是现在很多大V 很多媒体 其实都是一笔带过了 这条消息 没有怎么大张旗鼓 说这个事情 很多大V都没有出来评论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些自媒体平台 不给他们发布 还是他们不愿意出来说 但是我呢 我今天就站出来说 我作为一个小博主呢 我什么都不怕 天不怕 地不怕 我也不怕你下架 我这条视频 那么我是发了一些资料 特意找了一个 头条里面的两个金融专家 名字我就不说了 我来读一读他们两个的体会 他们两个的想法 当然这些都是唱好的 目前来说 我还没有发现 有某些什么财经大V来 出来说这些事情有什么切线 我先来分享一下 他们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大V是这样说的 金融监管局呢 目前呢 已经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政策 促使 启销了外资参股收购 增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 他说这条措施很多人看不懂 国家不会看不到其中的风险的 其实这重要几处是吸引外资的突破 加开我国呢 金融业更具有竞争力 走向国际化的体系 他说第一点 能吸引更多优质外资 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 第二点 能帮助我国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 加强风险管理 推动金融行业 向更高标准和水平发展 第三点是 优化我国银行业结构 打破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更继市场活力 促进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 第四点是 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信用力 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这里面有两点 我是比较同意的 他说能够提升我们金融机构服务质量 这一点很多人都有体会 第二点就是 打破我们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可以使我们这些金融业的服务质量 是有所提高 这是我认同的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大V是怎么说的 这位大V说 除了外资百分百可以控股银行和保险之外 同时我国还针对外国投资准用负面清单 相关限制政策前面取消 今后外长投资和国内资本投资 将享受一样的政治态意 类似我国监管部门表示 欢迎外国投资机构来中国振兴经济发展 和中国资本展开交流合作 考虑到当下前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海外资本在寻求好的投资标的的时候 恰好可以更多的关注中国 毕竟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 都依然有着极大的增长空间 这是上面两位大V所说的这些东西 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看法 西方的那些金融机构包括人行和保险 他们是不允许我们中资企业是前资控股的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他们是不会对我们开放的 可想而知金融其实对哪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保障 我们说的世界大战有两种 第一个是热战兵器战 第二个是金融战 这两个手段是可以打垮一个国家的 那现在情况是呢 如果外资可以前资控股我们的银行跟保险的话 假如某一个银行给他前资控股了 那么这个银行的钱 他是不是可以随便拿出去用了 挪用到其他国家去了 这是他的权利 这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印钞权利是在银行 而不是在政府 那如果外国资本可以控制到我们这里的银行的话 那这个印钞权利 他们是不是一步一步的会蚕食会拿过来呢 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了 那么第三点呢 现在银行和保险呢 目前是我们国内最赚钱的这个行业 以前是房地产 但是呢银行和保险一直都是独占凹头的 为什么我们这条红线坚属了二十多年 突然今天前面放开了呢 就是把我们最赚钱的这份蛋糕啊 分给人家了 这个我也搞不懂啊 第四个就是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那些国家 他不愿意对我们开放银行的控股钱呢 这一点大家是不是要好好的严重的考虑一下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开放 而这条红线呢 我们坚持了应该有二十多年 为什么突然一夜之间就变天了 就把它放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我们的经济有那么的不堪吗 第六点就是 我们现在是放开了银行保险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能源 我们的国企 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食品 这些领域 是不是也有可能一步一步的 逐步的给人的蝉食 逐步的开放出去 那如果别人钱资控股了我们这里的银行 那按照国际法来说 他们是有钱处理 所有的他们的正面方向 那你是耐不了和他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它如果把这个资金挪用出去了 如果改变了这个资金的用途性质 如果不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如果打断我们本土银行的名义 去支援其他第三国的经济行为也好 政治行为也好 或者是恐怖主义也好 战争发财也好 那这个应该是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其实对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说是考虑不清楚了 我是非常非常担心 你放开这条红线之后 我们什么样的东西都给人家拿走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厉害 就是外资已经前面控制了 已经前面占领了我们的金融市场 接下来的资本市场应该怎么办 那资本市场一旦放开了 那这个股票的涨跌啊 这个指数的涨跌啊 那是不是他们就自己说了算了 我因为吸引外资进来的主要手段 第一个就是经济环境 第二个是营商环境 如果你经济不断的下行 你肯定是吸引不到外资来的 如果你的营商环境不行 你也是肯定吸引不到他们来的 那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的吧 你就把国内最好的蛋糕给人家分出去 那你能够吸引他进来吗 他不就是进来分你一部分蛋糕拿走以后 那对我们有什么贡献呢 我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 你现在是把你最好的蛋糕 最赚钱的蛋糕分给别人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外资进来 会带动更多外资进来呢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信息的表现呢 我觉得未必啊 资本是逐利的 他见到你这里有利可图啊 有好的政策就进来 偷一把羊毛 然后就走了 我觉得有个关键点呢 大家永远要清晰的认识到啊 西方跟我们的这个经济体 包括文化 包括政治 包括意识形态等等方面 他跟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对立体 永远都不可能融合在一起 或者是有希望能够在一起发展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不是一个财经博主 我也没有这方面很专业的金融知识 我只是在我有限的携失里面 来分析这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在想啊 现在我们这个政策改变了啊 百分百可以控股了 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大胆 我觉得有点冒进的尝试 他会给我们的生态链 带来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啊 当然我现在不得而知 反正我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在唱衰 在说这个事情不好 但是我是非常担心的 我是不太赞同的 所以我之前有很多视频说过 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领域啊 包括政建也好 包括金融的好 都被一些金融潜贵 金融极端所控制住了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 而且这些人都是做决策的人 都是制定规则的人 那这个对我们的发展 会出现非常大的麻烦 我是忧心种种 好了 我说了就这么多 看大家觉得我说的这些想法 对不对 同时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们一起在评论机 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评论机见 对不对